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LAM的频道,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今天借到一辆Suzuki 这辆Suzuki是Grand Vitara 2012年的Betro版本,是一个2.0的engine 所以第一个印象就是过端,来来,这种超声车就是给我们过端的 所以它这辆车是搭配这个Mounting Suspension啦 众所周知,这个Mounting Suspension呢,它都会比较偏向舒服,跟它的handling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贵的这个Suzpension System 来,我们再试多一次啦 来,过这个端,大概是30多 真的是很舒服 对于一辆2012年的车啦,已经有8年的车 9年啦,sorry 是9年的车,它的Suzpension全部还很美 没有声音,过端,它处理得非常的柔和啦,可以说 不会很弹跳,也不会讲,呃,太软 它这辆这样高的车,我们来试试看过弯啦 过这个弯,也非常的容易,也不会讲,有过多的这个body roll 所以我们来试看走这个沙路啦 虽然不是很offroad的offroad,但是我们可以试试看它的performance 虽然这辆车是有一点高有点长,但是它过这些弯 真的是很容易 它的turning radius也应该是很小啦 因为这辆是一个后轮驱动的SUV 所以它的size应该是compare with Honda CR-V 这一类型的车 然后这辆车,我跟我之前加一辆Kia Sportage来比较 它是采用一个4AT,就是4 speed automatic的那个牙箱 操控起来在低速,它是有一点慢过那些6 speed automatic啦 老师讲这一点,的确是慢过那些6 speed automatic 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这个就是出了名的千年万年牙箱 只要你有适当的去照顾这个牙箱 它都不会怎样给你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可以这样说啦 来我们再试看过一个蹲啦 现在是40,真的是完美的过了这个蹲 真的是很舒服,完全没有感觉到多于那些跳动跟body roll的 我们再来出个路口 它这个可能是因为它本身是rear wheel drive 加上它的multi-link suspension这些调校 虽然整体那个车是很长啦,车长是4500mm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小路弯很多的地方,操控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 你看它过这个蹲真的是有刃有余 完全就是没有再怕过这些坑洞 尤其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啊,经常会遇到这种烂烂的路啊,你看 烂烂的路啊,还有洞啊,还有很多这些不必要的蹲啊 你真的是30多40这样子过,它是完全不会 所以你是不需要担心说会尻到你的车底的啦 这个是真的 OK 所以操控方面,今天就大概差不多到这边 我们等下再试一个加速啊 OK 我们去找个地方,我们试试看它的加速 看看是怎样的 来我们试试看它的加速啊 在这样小,这样窄,又弯弯的地方 它的handling的确是很好很好 对于一辆高升车来讲,它没有多余的body roll 而且,沥水也是相当不错啦 它除了它的那个转速那边有一点潮以外 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挑剔啦 对于一辆2012年的车来讲 尤其是这种过端,这种舒适性的表现真的是一流 还有它的一点就是这个它的steering 它是,应该是power steering,hydraulic那款 它对于这个路面的操控那种感应是非常好 就是说我是感觉得到跟那个地上连接性的 我都感觉到我的车现在在哪里 不会像我自己那辆vios这样的 就感觉到那个steering是很轻 但是就是没有那种connection啊 你就感觉不到这个车在哪里啊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的好开的 我在这个地方也转了很多圈 也撞了无数次这个顿啊 真的是每一次创我都觉得很舒服啊 创到,你看真的是很舒服 没有多余那些闸声,那些一一一一的声音 也不会说整辆车很硬 所以真的是很不错的车 所以我们看一看它的外观 OK,so我们刚才看到一般的Suzuki Grand Vitara 2012年的款 整体来看这辆车就是一个SUV 也是比较老实一点的SUV 就是四十方方这样子看起来是越野车的设计 so它Tataya这边是用一个十七寸的轮圈 搭配一个22565R17啊 so是原装Sport Rim ok,看一看它的外形 就是一个四十方方 很有这种越野车的feeling的一辆车 so它是SUZUKI Grand Vitara 2012年 然后再看一看它的这个 它是走 ok,它这个是走Real View Drive的 然后后面是采用这个Multi Link Suspension 诶,车是锁了 等下我们再看看它的里面 ok so里面来讲 当我们开门 刚才它就有一个Double Signal 就是告诉你车门现在是开了 这个就一个很简单 左边就是RPM 中间就是你的时速 还有下面有一些你的Average Speed 跟你的行驶了多少公里 右边就有你的油跟那个水温 ok,我们再来看看 它这边是有Multi Link Multi Functional Steering 然后有Air Bag 至于Player这边就比较简单 它是没有Touch Screen 什么都没有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Radio System 这边也已经开始看不到治疗 但是还好现在是非常方便 我们可以放一个Android下去 然后这边我们有Anti Tef 这个应该是它的Safety那个系统 防盗系统 然后很厉害的就是我看到这边是有Auto Aircon 日本车2012年它有给你Auto Aircon ok 就再看一看这边 我们这边有一个AT Power 这个应该是给你上山那些用的啦 然后它跟Toyota也差不多 只不过是它倒反 Toyota D在这边 它的D在这一边 所以你可以换去D 换去3号Yah 2号 或者去L 然后再看看它里面这边 有一个Slot可以给你放电话之类 这边就有两个12V的这个 Secret Socket 它的Aircon是相当的冷一下啦 所以 先关小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 它这边有一个Armrest 是 算是Leader的 诶 这样开起来 这个应该是卡这里了 ok 所以有一个Storage Center Console Storage 它的椅子就是一个Fabrik的 2012年到现在还是完全好像星星的美美的 ok 至于 腿部空间 还有头部空间 还有头部空间 绝对是够大啦 因为这辆是 毕竟是一个 中型的SUV 再看一看后面 所以它是有这个自动关锁门的 当我Tabrik 它就会自动Lock了 ok 所以我们把门开回 看一看它的后排 空间也是相当的大 然后我们试看它可以不可以 向后 ok 它还是可以向后 倾斜一些的 所以坐起来也会比较舒服 我们试看它坐实 ok 所以坐进来 腿部空间是非常非常的扩 至于头部空间 也是还有很大的位置 然后后面也是有Speaker啦 位置方面就看完了 大概这辆车就这样子 ok 如果有什么问题 你们可以在 以下comment 给我知道 还有就是我想问 有没有这辆车的车主 你们懂它的维修方面 还有它的油耗方面 也可以在以下comment 给我懂 大家研究研究一下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 所以刚刚我已经testlive了 走在小路 就是testing它这些过弯过蹲 就是舒不舒服 开在这种小路 容易不容易开 对于辆SUV来讲 它是非常好开啦 ok 这样说 然后现在我们就来开在这个 真正的道路上 ok so 这辆车它是比较高啦 因为毕竟是SUV 它是比较高 然后 视野非常的好 然后 比如说 side mirror 看起来也是很大个 很好看 很容易看 so 然后 虽然讲它是4 speed啦 480 四立牙而已 但是开起来也是很顺啊 当你要踩下去的时候 它是会给到你动力是不错的 然后我们换个lane 它的视野也是非常的好 因为毕竟SUV高层车 你看的地方也比较远 你看的东西也比较 仔细 所以 很不错 这辆车 坐起来也相当的舒服啦 因为位置好像刚才我们说的 它位置是非常的大 然后里面也是相当的简单一下的 没有多余的东西 就是很简单的一辆车 毕竟是2012年的车啦 而且是日本车 so steering方面 就简简单单 是一个leather leather wrapping的steering 有一个multifunction control 可以开声音观声音 啊 对了还有就是它的sound system 相当的不错 哦 这个sound system真的是相当的不错的 来我们转过round about 是一个非常classic的那个signal的声音 所以这边还有一个ton 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ton 真的是顺顺过 没卡过 完全就没有在怕这些ton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 在马来西亚这种 这样 多坑洞的路 真的是 非常合适啦 再来就是它的brake啊 也是非常的软 虽然它不会讲brake不到 但是就是 刚刚好 休闲休闲 拿来开这辆车真的是很不错 整辆车的保养还是美美的 它的皮全部好像星星的这样 OK radio 最让我意想不到就是它有一个auto的aircon OK来我们继续 这辆mybus黑暗是多到 某朋友 我们再走去前面的让我抱 还有一样就是它的隔音也是相当的好 我是没有什么听到外面的声音啦 对于一辆2012年的车来讲 它的塑胶那些东西应该也已经硬化 但是 这辆车的condition是非常好啦 比如说外面有车经过 我也是没有什么听得到的 还有前面那个巴士 它pick up 我也是没有什么会察觉得到 所以我们就来继续走继续走 这些烂路 这些坑洞 是完全没有拉萨的啦 是完全没有拉萨的啦 OK 罗里就会有稍微吵一些 普通车是没有什么听到它们的声音 吃出去 相当的不错啦 它的起步 不会说很快 但是也不会说没有力 然后我们来到这边 我们又再testing一下它的off-road capability 虽然它很大量但是操控起来 它就是一个很 较小的一辆汽车 可能是它的turning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就来试看这种沙路 是完全没有问题啦 走这种沙路 OK 所以今天的试驾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观看 有什么说的不对的 或者你想知道更多的 请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